我的天啦,真是太意外了,康特今天又回去了以前的工地,今天的他却是十分的硬气,居然掐着妈妈的脖子,威胁要杀了他。 昨天,康特在寻找阿祖法的途中捡到一个流浪小男孩,这一善心之举确实使他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。 原本他就带着老者的女儿和孩子,如今又多了这个小男孩,这无疑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。 一方面,康特的善良令人敬佩,他无法对处于困境中的孩子视而不见,这种行为体现了他内心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。 但另一方面,他自身的处境本就艰难,风餐露宿且还在寻找阿祖法母女,经济上也捉襟见肘。 现在又多了一个孩子需要照顾,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经历上,都让他的负担更重。 康特依然是被莱拉叫醒的。 起床后,康特决定还是要去寻找阿祖法母女。 在出发前,康特怀着一丝希望打电话向老者询问情况,然而得知老者也没有阿祖法的消息时,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。 他表示,现在天冷了,一定要尽快寻找到阿祖法母女。 康特开着车来到山里,今日的天气着实不佳,狂风呼呼地吹个不停,寒冷刺骨。 康特牵着小男孩,莱拉抱着儿子,几人在山上缓缓行走。 康特一边艰难地前行,一边不停地呼喊着阿祖法的名字。 风声呼啸,仿佛在与康特的呼喊声交织呼应,却又似乎在无情地掩盖他的声音。 在询问小男孩知道他很冷的时候,康特停止了寻找,他认为不能让孩子继续忍受寒冷,于是果断选择先生或取暖。 如今,伊朗快进入冬季,康特对阿祖法的情况充满担忧,担心他和孩子没有地方住。 从山上下来后,康特的心情无比沮丧。 他缓缓下车,蹲坐在路边,整个人被失落笼罩。 长时间的寻找,却始终不见阿祖法的身影,这让他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 此刻的他,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,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。 他觉得自己已经找遍了所有自认为可能的地方,然而阿祖法依旧毫无踪影。 不继续寻找的话,他又放心不下,那份牵挂如同一根紧紧缠绕在心头的绳索,无法解开。 康特陷入了两难的困境,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迷茫,不知该何去何从。 最后,康特决定再回之前的工地去看看情况。 开着车迅速来到工地上,工地依然没有动工,妈妈和吉尔纳坐在平台处。 在看到康特到来后,妈妈立刻向康特讲述了哥哥又来拉走水泥的事情,接着便质问康特为什么还不把车卖了,把钱给他们。 康特的态度十分坚决,他直接告诉他们,自己是不会卖车的,而且也不可能给钱给他们。 康特和莱拉尚不知晓,妈妈和吉尔纳进去了老者新房的工地找麻烦。 然而,妈妈在看到莱拉一直跟着康特后,怒火中烧,她将对老者的恨意一股脑地发泄到莱拉身上,指责莱拉为何一直跟着康特。 康特急忙解释道,莱拉是在帮她寻找阿祖法。 此时,妈妈伸出手,让莱拉看,声称这是被她的父亲弄伤的。 然而,妈妈此举似乎不打自招了。 对于妈妈去找老者的麻烦,康特十分生气,他质问妈妈为何要这样做,认为妈妈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找老者。 妈妈却表示,是老者先一直骚扰她在先。 面对妈妈的蛮不讲理,康特愤怒至极。 在康特心中,老者一直以来给予了她很多帮助,她无以为报。 而现在,妈妈还去找老者打架,这让康特实在无法忍受。 老者在康特的心目中,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。 康特的愤怒源于对老者的敬重与感恩,他深知老者的善良和帮助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 而妈妈的行为无疑是对这份情义的破坏。 妈妈的蛮不讲理让康特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,一方面是对妈妈的无奈,另一方面是对老者的愧疚。 双方陷入一片混战之中,妈妈几次三番驱赶阿祖法,长期以来寻找不到阿祖法的怨气,再加上妈妈对待老者和莱拉的态度,使得康特完全失去了理智。 他掐着妈妈的脖子,警告妈妈,如果他再这样做,他会杀了他。 在康特和妈妈纠缠之际,吉尔纳的行为确实令人不耻,尽显小人之态。 他不断地对小男孩和莱拉动手,而康特因有所顾虑并没有对他下重手。 仔细想来,康特如今的困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吉尔纳造成的。 然而,康特却依旧对他心软,这份心软无疑给了吉尔纳可乘之机,让他更加变本加厉。 这似乎也能说,康特现在遭受的一切真是活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